作為一個大學的學生會 這麼公然地討論 以討論為名 去宣示港獨的立場的話 這個本身是非常不妥當 因為已經一再重申了港獨本身的違反 中國憲法、英國憲法、基本法 以及很多相關的刑事法律的行為 其實這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定如在任何場合、大學也好 應該討論一些宗教的極端行為 因為所謂討論和行動其實不一小之差 在討論過程中 我會否支持港獨 我會採取一個具體實質的行動 去追求港獨 為何呢? 其實上年已經是鼓吹了 我覺得作為一個大學的學生會 學生的代表 是不應該去發表這樣的聲明的 所以這個責任已經不是在學校 很簡單 學校說盡量去做它可以做的事 但是我們一直都相信 港獨是違法的 但依然都有人不理這個重職 因為是繼續很積極張膽 我不會說我是活動港獨的 我會推動港獨的 我按照之前對民眾黨的取編的總法 其實是一樣的 我都看不到有什麼不同 相關的政府執法部份是不重要的 如果我們應該會在學校中的武器 我們應該會有什麼 是否在學校中的清 dishwasher 謝謝我的